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拔5800米的这个中转营地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远处 这是东龙部冰川的主冰川 然后 这就是 5800米的部分罩 这个两个红色的这个小点 这是我们的队员 史之高 那个是谁 往这儿去 这是我们的两个兄弟 他们明天呢 将会前往这个6500 进行重力测量 然后完了计划当天返回这里 这就是零零星星的5800的帐篷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中国一顿 特意为这个 瑞本自尊高厂测量 特别架设了这个5G的基站 这是5800的基站 他们在6500还有基站 在此呢表示感谢 让我们的队员在这个工作之余 还能够跟和家人一起分享这个 相关的这个这个 一些这个工作中的一些点滴啊 去世啊 包括一些美剪 这是5800米的主营地 然后那个绿色的帐篷是大家吃饭的帐篷 然后站到最远处那个是 宅姐辉 宅姐辉 对 那也是我们队员明天准备去这个 6500上去测助力 然后这是年龄星星的这个5800米 突然也给他 账不开 有很多毛流啊 然后那个小房子是卫行天 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比较高 非常大 哎呀我都快坚持不下去了 我要下去了啊 带大家在凡事以后 这是卫行天 然后这是我们在这个 呃咱们 5800米引地的这个 大概的一个概括 我来了 5800米我来了 15年后 其实营地 还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哎 今天就到这吧 这个太冷了 准备今天晚上住到这里 好 有一个人 我们就在那边 吃了 吃了 吃了